為了360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你好我是傳希 這幾天台灣依舊是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天氣狀況是沒有太大的改變 依舊是中午高溫炎熱 而且紙外線是非常強的 從微信圖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波這個沒有雲的區域 就是太平洋高壓所籠罩的區域 它會隨著禮拜四開始 太平洋高壓會逐漸的減弱 所以從禮拜四開始 這個午後對流發展又會更加旺盛 更為明顯一點 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這個中台雷馬遜 它目前是在菲律賓的這個位置 它隨著時間會逐漸朝著西北溪的方向移動 它對台灣是沒有直接的影響 但是間接的影響是有的 它隨著颱風通過的時候 它的外圍環流會對東南部地區造成一些震雨 所以從禮拜三以及禮拜四開始 這兩天的東南部地區 都會有一些震雨的情況發生 到禮拜五以及禮拜六呢 主要影響我們的就是一些 午後對流的發展造成的降雨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溫度的部分 明天各地的溫度都是非常高的 都來到30度以上 尤其是在北部地區 台北甚至還可以來到36度 建議大家在中午的時候 還是待在室內 不要外出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在中午的時候 一定要待室外的話 建議大家一定要多補充水分 而且防曬的工作 千萬不要忘記了 不要中暑囉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重點整理的部分 明天呢 各地的高溫依舊是非常炎熱 紫外線非常強的 在東南部地區 開始有一點震雨的情況會發生 另外呢 在周五過後 這個高壓會逐漸減弱 午後對流發展 又會更加旺盛更為明顯一點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威勒360 我們來看一下詳細的天氣資訊 我們來看一下 4個以後 可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